酒駕上路肇事 台北市信義路跟建國南路口 在3號中午發生一起驚險車禍 一輛轎車從巷弄內出來之後 嫌大逆向在沿路手行 尤其是慘被撞倒地 而警方趕到現場發現 這名身材較好的女炸士 喝到連話都說不清楚 酒駕值高達0.61 也當場被依公共危險罪送辦 過頭踩剎車再不踩一下油門 操控很不順 下一秒更誇張 右轉新路三段大逆向往前衝 發現所有車都朝他迎面而來 方向盤用力往左開兩個車道 再往右急拉蛇行 疑似碰撞機車 騎士嚇壞連人帶車倒地 酒駕肇事才問怎麼辦 從事服務業的黃姓女子向警方公稱 他在新一路上租房子 剛搬來路不熟 3號上午10點多 他喝了幾口威士忌 11點多開車出門 準備去新一區找朋友 但酒駕根本沒辦法操控 還逆向蛇行 米色貼身裙裝 黃姓女子根本喝到 連話都講不清楚 帶回派出所還在醉 一路到下午3點多才酒醒 開始在警察局裡暴頭痛哭 酒駕沿路開了超過100公尺 逆向蛇行 觸犯公共危險罪 被遺送法辦 檢討反省 記者劉思蘇東林 台北報導 提供 森